大家好 我們來看趙孟佛 每日一字 好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這個 物 萬物的物 好 萬物的物呢 這個大概沒有太大的難度啦 但是就是稍微也知道一下 右邊這裡怎麼減省 主邊這個牛大概就是這樣 好 我們先看一下邢凱書 首先牛當然是這樣子 分開了 勾起來 勾上去 右邊是寫一個5 要盡量寫瘦瘦長長的 這可以跟它等一樣的低 因為都屬於挑的 不要寫太高 太高會不穩定 再來連貫性加強 就是這個斷點不要斷 也說這也是一個連貫 甚至呢這裡連貫不一定 不一定每個都要連 我們就把這三個都連起來 就比較連貫 然後斷點有三個 就不一定每個都要連 像這個 看情況 甚至斷一個其他兩個 這就是變通啦 看這樣子的感覺 再來就是這裡面這個物的 減省的方式 那施起來就是我們這裡 可以看到 等於這突出來就等於取代這一撇 然後這裡下來就等於這一撇 直接連這個 那再折一下就這一撇 那有的呢 折一下就沒有再彎下來 就出去也可以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木服的大概就這種模式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中輕中翻筆 好一二三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說 那甚至呢就是 省略就不要了 我們再寫一遍 這樣子 過來 就直接這樣 好 大概這樣子是最省略 最減省的一個方式 好 那我們要毛筆 寫這個字給大家參考一下 來 好 首先這裡入筆 稍微留意一下 調整一下我的手機 好 它是 這樣子翻過來 所以要知道 這個小動作 都要很小心 翻筆 重 帶一個弧度 重 輕 翻筆 輕 重 翻上來 推一下 折 折一下 下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